将年庚瑶再扁五级 皇上 现在年庚瑶已经是从七品 你要是再扁的五级的话 他可是连从九品都不是了 雍正都无语了 他妈乌亚是刚刚去世 清流百官们就集体到灵堂前逼宫 说皇太后是被年庚瑶气死的 必须得让年庚瑶陪葬才行 杀年庚瑶还不容易 不过是一话嘛 但是朕绝不容许这样子 九种妖邪 俏话 居然连太后冰天也算在年庚瑶头上 你们这不是嘴里岔开三路张口就拉 吃铁丝拉照例也真他妈能扁 白骨精放屁空虚来缝 裤裆里面拉二虎吓扯弹们 不等十三爷回话 老十四就猴急的跳出来抵雍正 自骨邪正过两立 朝廷出了这么大的奸臣 百官自然要说话 老十四借百官之口自行讨伐 自然瞒不过雍正的心思 是百官要说话 还是你要说话 你心里头最清楚 太后冰天 你难辞其咎 旁人不知道 难道你自己还不清楚吗 你不就是因为年庚瑶 顶了你大将军王的位置 你不就是想给咱妈煽风点火 好让他逼我妥协 派你去西北接年庚瑶的班吗 咱妈要不是因为这些小九九 能羞涯飙升撒手人寰吗 可即便事实如此 老十四根本不可能承认 皇上 太后冰天的时候 只有你我在场 你要把这个罪都按在我的头上 我无话可说 可你别忘了 我们头上还有一块青天 雍正一听这话当时就怒了 咋的 大气层破洞了 我招不住你了呗 还你头上有一片青天 你给我放聪明点 现在整个大清臣民的头上 只有一块铁 那就是我雍正 你们都在逼朕 逼朕杀人 然后再给朕安上一个杀功臣 杀兄弟的罪名 你们都想错了 今天 你也不要开口青天 闭口神灵 只要你的心 能够对得起皇阿玛 和皇阿娘在天之灵就行 从今天起 封你为秦王 替先帝和太后守灵 雍正此话一出 老八震惊老十三叹息 红十一脸无求所谓的 看向红利 好似在说看吗 咱以后也得这样 而红利则和红周 快速交换了一个眼神 无不为这件事感到担心 老十四眼神凶狠 嘴也是相当的硬 多谢皇上 给我分派了个好差事 警灵警区办公室主任 我谢谢你八本祖宗航 而雍正之所以这样做 其实更深层的原因 是为了瓦解八野党 接着他命老十三 再拟一道旨意 远在行中的年更遥 要是看到这一幕 估计人都懵了 你们兄弟吵架关我什么事 终究还是苦了我这个外人 雍正发完火 去古古隔一旁正生闷气 突然手边就递来了一碗奶茶 雍正彷徨一扫 哎妈这妹子长得真可人意 他莫非就是老十四身边的乔饮地 雍正假装波澜不景 甚至还有点看不上的意思 但手上的动作却暴露了 雍大爷你这个换手 完全没必要好吗 乔饮地对此毫无察觉 竟还当着雍正的面 扭头寻找他心爱的十四爷 正是这匆匆一眼 雍正便彻底记住了这个乔饮地 而这恰巧就如同当初 老十四不经意见的一句玩笑话 没想到最后竟成了针 征什么我就剩下你了 还有什么可征的 他总不会和我征你吧 你就是年耕尧 演了本官 为什么不败 年耕尧是万万没想到 自己从甘肃出发时 还是复国级 结果到了杭州 就变成保安了 大胆 你现在不过是一个未入流的罪员 把配到本县手里当差 居然还是这般桀骜不驯 跪下 跪下 年耕尧心说归你奶那个腿 你没听说过瘦死的骆驼比马大吗 就算一个月之内连扁十八级 就算老子现在无关无止 也不是你一个小小的县令能拿捏的 年耕尧不露声色 扭头就开始解包袱 众人十分不解 满脸疑惑地探头张望 谁知下一秒 年耕尧竟直接拿出了一件 他曾经嗤之以鼻 毫不喜悍的皇马褂 当众抖了三抖 然后再反手披在身上 仙太爷都懵了 他的马甲上怎么没有字 这莫不是传说中的皇马褂吧 仙太爷不知如何是好 思考了三秒 最终还是决定先给这位大爷跪了 看着刚刚非常嚣张的芝麻小官 全都跪在自己脚下 年耕尧的心中 那就一个酸爽 但紧接着新的问题又出现了 小小的杭州县衙 该怎么安置这个无品无籍的前隋远大将军呢 总不能让他给县衙站岗 那以后进进出出 不都他娘的得跪一下子 仙太爷没了招 只好给两江总督李渭取信 询问他该给年耕尧派个什么差事 李渭收到信后立即回复道 蠢才 皇上只是将他革职 并没有定罪 给他找个远离市区的事业鞭 工资照发 无险一斤照买 千万不要羞辱他 仙太爷收到回信如是重负 立马就给杭州称东 年久失修的青春门 丁时安排了一个保安便知 雍正的突然一问 让张婷玉很是为难 他知道年耕尧该死 但他同时也知道 雍正不想让年耕尧死 所以索性选择默不作声 即便雍正有些生气 可张婷玉还是没有说话 见老张摆出一副 死了弟弟的表情 雍正的语气瞬间就软了下来 皇上您现在在整顿立志 而年耕尧仅贪污一项 就已经达到了460万两 算上行贿受贿 挪用公款 苛扣军饷 怎么着都得上千万了 何况还有大不敬之罪旧 跋扈之罪实 种种罪名累计有92款之多 朝廷虽然有一功一说 但是功过相抵 他仍然死有一功 虽然雍正心中早有准备 但张婷玉的结论一出 还是让他有些慌乱 静无意间打翻了刚送来的普尔 雍正心里的顾虑 张婷玉全都知道 雍正不是不愿意杀年耕尧 他只是担心处置的过于急切 会让他背上刻薄寡恩 滥杀功臣的罪名 为了帮雍正下定决心 张婷玉直接给了年耕尧致命一击 我听说年耕尧在杭州守城门 仍然穿着黄马褂 傲然俱作 皇上 礼服折子上说的一段话 至为透彻 年耕尧现在仍然穿着黄马褂 招势于城门之下 招摇于闹势之中 无非是 悬要他 凭西北之功 使世人鸟尽攻藏之意 此人一日不去 皇上圣明 就一日受到玷污 如果年耕尧听到这个解释 我相信他一定会暴跳如雷 尼玛 我只是不想受地方小力的羞辱 这才拿黄马褂装着门面 当然 年耕尧现在已经没有机会解释了 雍正在权衡离弊之后 终究还是给李威去了一道秘纸 准备一下 我要去趟杭州 出什么事了 皇上有旨 让我亲赴杭州 此年耕尧自尽